做生意都是慢慢来的 长久的生意不骗人 骗人的生意不长久 我们以前是在广东 开那个饼食面快餐 后面就是为了孩子和老人家 照顾的周到 然后就会来藏州创业 然后我们藏州这个演技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行业 像我们闽南拜拜都需要这个 我们这个演技都是用最古老的风法 就是纯粗人去做的 焖起来的 现在的鸡都是小盛纤沙的 然后是本地图鸡的 我们演技的话很有解救的 如果你做一些冰冻呢 吃起来有点很熏的味道 口感不好 做新鲜的吃起来就很甘甜 肉汁啊都很好 如果和后不行的话 它会烧焦 肉汁就会采了 里面的水分都会流干掉 一天的话大概可以用到 200多斤 一个月大概5斤左右 刚刚里面肚子没有温水哦 然后你看这个都是精华 鸡蒸出来煮很好的 我们做了差不多10年嘛 正在目前我们有6家风点了 一天平均摆嘛 圆局的好处就是能够摄出食材本身的味道 吃起来它的肉是很嫩很滑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